今天最集的名人会 其实有一点点的教育意义 我希望名人会不只访问艺人 还访问很多不同领域的 非常非常厉害的朋友 我请来的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牙医Dr. Lau 因为我希望所有的朋友 在看完这一集之后 对于自己的牙齿能够更加的照顾 然后通过他的专业的介绍 可以让你理解到 小小的问题就要赶快去找牙医 今天的名人会请来的是一位牙医 那我想名人会应该访问不同领域的名人 那今天很谢谢PowerPlan 就是他们准备了韩国的套餐 然后有这个Salad 有这个非常熟悉 大家熟悉的炸鸡 然后还有泡菜还有饭 那么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Santa Rita 赞助我们的红酒 我们在现场有的是Dr. Lau Dr. 你好 你好 来 先喝一杯 Dr. 有接受过录影的访问吗 电台访问就有 录影是以前是在做Charity的时候 是在我们做回笑行动 所以有一些Malaysia Kinney 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都是有这些访问 但是通常是Charity的 Charity的啦 其实呢今天为什么会请Dr. Lau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 哎 假身牙齿很漂亮 然后当然我除了要谢谢我爸爸妈妈 帮他遗传好的基因给我之外呢 也要谢谢Dr. 因为Dr.真的是很照顾我的牙齿 然后Dr.很厉害的一点 就是他可以说服到你都听他讲的 我相信我家人好像都几乎都给你看牙了 我现在 对呀我认识全部你的家人 谢谢你 因为Dr.一直以来都 他的专业知识 然后都让我觉得 他说的一些道理我都会去理解 可是呢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今天请Dr.上来的最主要目的 因为我发现Malaysia很多人 可能不止马来西亚 因为全世界很多人都不敢去看牙齿 不会吧 都很多人来看我 可是你没有发现身份的一些人 他们都是等到不能再等啊 然后才来找牙医 马来西亚人会比较 比较认为牙医是opportunity cost 就是说有痛才会来 没有一定需要是不会来的 除非他是痛到不得了了 他才会想到我 所以因为这个是牙齿 没有这么重要对他们来说 可是其实牙齿重要吗 当然重要啊 不然我怎么做牙医呢 也对啊 其实我觉得门面很重要 其实对老一辈是说 我父母的那一代的来说不是很重要 可是对我们 对我们一下子年轻的年轻的一代来说呢 是开始变成很重要了 所以他们现在的人看牙医呢 是开始是预防多过是要治疗 还有想要变美比如说矫正牙齿啊 比如说他们要牙齿变白啊 比如说他们要牙齿用到80岁啊 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 把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呢 就 嗯 无所谓 无所谓有痛 有痛就可以 好有痛才来 没有痛就 最好不要见到你 他们说 我不想再见到你 虽然是蛮伤心的这句话 可是 我也知道他们是因为很害怕 才会这样说 OK 那 Doctor我们先吃一点 好 午餐要喝酒要吃一点东西 因为这个特别 他给我们的是 all day step 就是每一天呢 都来到这边 长时间都可以吃到了 嗯 其实很常来这边对不对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有很多病人都是在这边 在这边唱歌的 主唱歌手 是我的client 他们不是病人 他们只是来预防 来检查 来吃 来把牙 给人做牙齿美白 其实上一辈的人 或者是说 坊间有个说法 就是你当不成牙医 当不成医生才当牙医 当不成牙医 你去当兽医 可是现在应该都不是这样想的 是的 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专业 当牙医是你从小的自愿吗 嗯 可以这样 不是啦 我从小没有自愿的 哈哈哈哈 我从小 是好像比如说 在乡下长大 然后 然后 kampong 在那里 kampong 在Paira 是在接近 斯雕湾 太平 斯雕湾和太平的中间 一个小镇 所以那时呢 我 不会跑 不会跳 我只会读书吧 所以我每一天就很努力读书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知道要拿第一名吧 哈哈哈 哇 他的人生读书的时候 根本是个学霸 嗯 因为 想象很小嘛 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我 哈哈哈 没有这样说啦 有怪有怪 我只是知道读书而已 然后 直到中学毕业 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爸爸对你的家教演吗 不演啊 他们没有管我了 大家都很忙啊 所以读书是你 你自己只是有兴趣 所以我就很努力读书 因为我只会读书 不能运动 都不行 我不能跑不能跳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小孩在外面玩爬树啊 啊 捉迷腔啊 我跑去慢啊 我跑 我跑的时候会过这只脚跌倒的 其实 所以我不能够做这样子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久了久之小朋友疏远他 因为哪个队伍餐你都会被拖累 对 哈哈哈 所以我就只能够 读书 嗯 那之后当牙医家人的 可是你说你很会读书 那为什么不是一线考虑当医生 没有啊 那因为之后 读博物6之后 我们的乡下是没有 没有博物6 只有到博物5而已 那那时呢 我就去另外一个城市读书 就是要读博物6 嗯 读博物6的时候我才发现 两个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钱 因为房租很贵嘛 还要吃饭呢 然后第二呢就是那个 啊 demand and demand and need demand和 就是那demand and supply 就是经济学的那个 所以我发现呢 我的同学呢 全部都要做医生 我在房租的时候啦 他们全部都讲 我死都要做医生 如果做不到医生 我要嫁给医生 那我就 蛤 为什么这样 我就说 好啦你们做医生 我做牙医 嗯 因为在我的乡下 只有一个牙医 嗯 这么多年来 到今年才有多一间 牙医诊所 私人的 所以我说 第一 钱 就是因为你 只有你一个啊 你monopoly整个市场啊 你不只会读书 经济学还学得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没有医生啊 那个医生老了 我们要接班啊 嗯 所以我就是 就很相信 我一定可以当牙医 可是那时候你 你 你出于的是 对于赚钱的兴趣吗 赚钱和 因为没有人做啊 哦 可是钱也是占蛮多巴仙啊 因为家里很穷嘛 嗯嗯嗯嗯 做了一段时间 做了牙医之后 发现真的是 啊 啊 有些时候 钱过后就 就是 拥有了之后呢 才会发现 啊 是咯 除了钱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 都是以前出发 那你后来不断的增进你的 就是因为Dr. Lau 他的专场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是在重牙 啊 重牙 对不对 如果是 其实我什么都有做 对啊我知道 可是你很专业的是在这个 这个项目是吗 不敢当不敢当 等着其他的医生说 没有啦 那个只是你的专业 不一定是这个领域的第一名 OK 嗯 那如果 以前的一个做法 像我妈妈的年代就是 早期的早年做法 注牙 注到不能注就拔 注到不能就拔 对 可是现在的做法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像是 crowning 就是其中一个 哦 其实 crowning的做法是 crowning其实是 它有几个 几个 为什么我们要做crowning 为什么要做牙冠 为什么 因为 它叫牙冠 啊牙冠 crowning是牙冠 所以它有几个原因 好好谢谢 为什么我们 如果是门牙的话呢 通常是 如果你的牙齿断了 嗯 不想带假牙 还是不要带假牙的话呢 我们做crowning 让它更坚固 我们可以自由地咬 不用怕它断 不用怕 把骨牙东西 骨牙的东西掉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在后牙方面呢 我们叫大牙 嗯 你做crowning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protect 那个牙齿 为什么要protect 可能是因为 你那个牙齿做过根管治疗 嗯 如果你做根管治疗牙齿 会稍微比较脆弱 没有根管治疗的牙齿 嗯 所以那时你要crowning 来protect它 还有通常做根管治疗的牙齿呢 它的补牙的部分 所谓的根管是跳牙根 对是跳牙根 跳牙根 跳牙根的牙齿之后呢 那个补牙的地方 通常是会比较多 嗯 通常有可能 那会超过50到60%的 那个部分是被补的 嗯 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话 那一只牙齿 比如说我 比如说你 这个年纪来说呢 你可能需要 嗯 用到那只牙齿80岁啊 可是我们还年轻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crown起来 就关牙 是跟它抓一个补牙 盖住它 嗯 让你可以 没有顾忌的 没有顾忌的咬 不会脆掉 不会裂掉 在门牙方面呢 当然是除了美观 还有是 pronunciation 就是说 讲话那些 当然是美观是最重要 嗯 其实哦 虽然doctor一开始就讲说钱啊 但是哦 我跟你告诉你doctor 是一个 也不是死赚钱的人 我很老实的 嗯 到到一个阶段啊 就是在20年 嗯 20岁之前 当然是 30 25岁之前啊 当然是钱啊 收过了之后就发现 嗯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更加重要 对对对对 因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doctor呢 是因为 比如说如果 我 看到什么技术啊 好像比doctor便宜啊 doctor会说 那你去那边咯 但是大家会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他的技术呢 会更好 或者是他收那个价钱的原因 是什么 比如说 大家看不出来 其实大家说我牙齿很漂亮 当然我不否认啊 刚才我已经承认了嘛 另外一个原因咯 还有我跟大家讲个秘密 其实我门牙有两个是crowning的 对 大家看不出来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呢 当初我在doctor那边坐的时候 导致跟我说 他给我的是陶瓷的 全瓷 全瓷 那全瓷的那个 呃 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他跟你的真的牙齿是一样的 甚至可以跟你的真的牙齿的颜色调到一样 对 所以当你在笑啊拍照或干嘛的时候 你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 一分钱一分货 对啊 就好像之前我朋友想要做贴片 现在很流行 大家在网络都看到趋之若鹜有没有 那个牙齿磨小一点点 然后贴上去 然后整整整排的牙齿看到 他也会跟你说 为什么 外面的可以做很便宜 跟doctor那边做的比较贵 对对 原因是瑞士进口 对不对 没有是因为它的 它的material 有一些 有一些牙齿铁片呢 是from有一些比较 有一些国家 他们制造过程没有这样好 他们用的material没有这样好 而且因为便宜 所以他们的制作过程没有用这么细心 所以我们牙齿 其实它看起来好像平平一面 其实那表面还有很多反光的面 还有呢 它要copy 它要擦我们真正的牙齿的 在这个光度射下来的时候 这个表面是应该反光 另外一个表面应该没反光 这样子看起来你的牙齿的size才正常 所以如果当我们做你的牙齿的时候 我们要拍一拍照片 让那个technician看到 这个地方是 真正牙齿是在两条线反光的 你的假的牙齿也是这两条线要反光 不然的话就很假 明白吗 而且它还有 牙齿不是平面的 它是有一层一层的 它有打痕 打直 还有打鞋 所以你这个是micro aesthetic 就是牙齿有它的纹路 这是micro aesthetic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医生做的牙齿这么好看 有一些医生做的好像就是很假 除了micro aesthetic 还有那个line angle 这些全部都是前来的 因为它们有R&D 有技术 有技术 有R&D 它们有flex control 它们会看似会不会容易爆裂 还有颜色会不会稳定 而且会改变 而且你贴下去的时候 那个表面 还有Cement的表面 Cement叫什么 Cement叫做 Cement叫做 我忘了一下子 好像我们就是Cement 在你增牙的时候 它们的表面来贴片的表面 也是有学问的 所以如果你贴到不好 还是它的表面有问题 你贴下去 你咬一个排骨 很排血啦 就是说会掉下来 所以都是有学问的 大家知道了 不是随便找一个牙医 或者是随便说他跟你说便宜 你就可以这样子做 其实还有一些是Customate Customate 就是全磁 就是全磁 我们拿去给Cement做的 那个也是可以 因为它是根据我们的脸部 他说你的这个地方 你的眼睛啊 你的脸型是方的圆的 尖的 我们在改变你牙齿的形状 比如说女孩子的形状 牙齿就比较圆 男人的就比较方 还有你的脸如果大的话 我放一个很小的牙齿给你 不是很奇怪吗 对对 全部都有的 我跟你说 名人会的好处就是 今天不只是你学到很多 包括我也学到很多 终于明白就是那个价差的原因 是在哪里 对的 一分钱真的一分够 对 你可以找便宜的啦 只是后果之负吧 那问一下Doctor 其实你的优优人通常找你的最大的那个 嗯 呃 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嗯 我其实从 从三岁到八 都八十岁都有人找我 嗯 全部问题都不同 比如说最多的 最多的其实是很怕牙齿 所以来找我 嗯 啊 然后他们都是很怕的 所以一来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我很怕的 你就接受我来说 你很好 所以我才来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把牙 有一些是把牙 又是补牙 通常都是小问题啦 小问题而来找我 不是大问题 可是重点是如果你小问题不做好的话 那就会变大问题啦 对的对的 就是补 一般都是补牙 痛到不行了才来找你 没有没有 他们有一些是 啊痛 一点点痛 然后他们很害怕去找 去看牙医 然后他的朋友就说 一点点痛一定要来 因为Doctor老说 一点点小问题就要来 所以他们就来 所以 其实我的问题 我的病人的问题 我全部认为都不大的 嗯 都是因为 所以 我教育了你 你告诉你的朋友 说小问题就要来 小问题的时候 不用给这么多钱 所以他们就想想一下 是咯 一定要来 所以他们才来 可是我还是拖到最后一分钟啊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害怕见牙医 而是 真的有时候 没什么时间 然后第二 看牙医很贵啊 而且要等很久 哈哈哈 对 因为Doctor每天都是 福利博啊 所以今天他也是要花很多时间 对对对对 有没有查过最恐怖的病例是什么 我自己查的话呢 其实不是在我的诊所里面吧 是我在 在 别人的 政府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我是那时是在 在Hospital做 实习牙医 实习医生 那时是手术科 手术专科 但是我们就接触到很多 那个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 口腔癌 所以他们是 在很多地方看了 无法治疗 所以转过来 转移过来Hospital做手术 有一些是发现有肿瘤 在嘴巴里面 就过来做手术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负责 切掉那些肿瘤 可是那个是 牙医的工作吗 对呀 口腔癌嘛 是口腔啊 所以口腔的 有口腔问题 就是关牙医的事 是的 因为他们口腔癌 是属于我们的口腔 牙医的专科 虽然是他还有一个 extensive 比较不同的branch 是Oral Maxillofacial 是口腔手术专科 可是那时我是实习医生 我哪一个地方都要去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口腔癌的 的case 和accident case 就比如说车祸 撞断的脸 下巴断啊 上耳骨断啊 整个脸断啊 都是有这样子的case 所以口腔癌呢 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的原因 也是蛮多的 所以它的原因是因为吸烟 吃病 不要抽烟 抽烟吃病狼这些东西 所以口腔癌如果你提早发现的话 是没问题的 所以治疗很快就会好 可是通常我们在医院发现 都已经是去到很严重了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啊 不是啊 这是第一个星期 接触到的病人就是口腔癌末期 对 就整个人瘦到好像 布罗骨头啊 很瘦很瘦哦 这边还要穿一个洞 他有虫跑出来 然后他们是 他其实是印度人 然后他们就 没有医院要收他了 可是因为他们的印度人的 他们可能是不是他们印度人全部吧 这可能他的家里吧 不想让他在家里死掉 所以他就要来他医院住 让他慢慢的死 其实差不多要死了 然后就没有医院要收他 然后我的博士就很好 他就说让他再进住院吧 就刚好住院没问题啊 又不关我事 可是刚好那天晚上是我 你没当班 是我当班 所以他真正 半月12点就 就离开了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要去验尸 因为我们要出 谁忙症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去验尸 那时候我是刚刚 刚刚做医生啊 刚刚做牙医 那年轻人就会害怕 对 半月12点了 要走那个医院的楼梯 一层一层上去 上到第五楼 然后要去 它全部关起来 然后就要去验尸 要先牵一个死亡证 那个对我来说是蛮恐怖的 很大的震撼吧 应该是很大的震撼 当然是因为还小啦 可是现在一经过大风浪 应该就还好 其实还就没问题了 嗯 我想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比较震撼的震撼教育 可是如果是牙齿方面呢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其实牙齿还是很随着的 不懂是因为我比较好踩 对我看到的都是 我发现的是它没有变成很多问题之前 我赶快跟你说 你这个会有这个问题 你赶快做可以吗 你不用马上做 你考虑一下 然后你回去想一下 它的前因后果 你再回来找我 对 Doctor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招 常常就会跟你说 诶 你可以不用现在做的 你回去想一想 然后你就会自终这样 自己胡思乱想 因为我觉得 你的提醒你的工作 是让那个病人 就比如说像我 他会跟你说 你已经有个问题 你要不要处理 当然是食垂菌的 对对对 你就会想着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它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就会 谢谢你 Doctor 你的教育成功了那么多年来 谢谢 那家人对于你当牙医 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很开心 可以省下一批 对啊 再提完 其实很遗憾的是 我们有什么帮我家人弄到牙齿 因为都在Hometown 对 我以为我会回去 我Hometown做牙医 那你知道我嫁了吉隆坡的老公 我也不懂讲话 所以你就在马来西亚 在KL职业 对对对对 然后 通常我家人的问题呢 还好我家人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的家人 当刚开始我做牙医的时候 他们都很惊讶 我父亲其实是怕血的 我整家人都不能够看这些 血淋淋的东西了 你应该也不能啊 只是后来习惯了而已吧 我没问题的 我什么都敢死了 所以我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妈妈说 整家人都是没有这一方面的人 为什么会有一个女儿去做这样子 不懂啊 就是我觉得冥冥中就定吧 然后 刚刚开始我做牙医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 咦 怎么你要做牙医 怎么不要做医生 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上一代的想法 上一代的想法 会觉得牙医是很脏的 因为他嘴巴 他们说嘴巴很臭啊 你能够顶得顺吗 牙齿拔牙很不利啊 这么你要去做啊 他们会这样子说 现在没有啦 现在他们都 叫做引以为荣吧 哦对 想要这个 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有一个方法是 其实有很多人在做的 就是打全身麻醉 然后把四颗智齿 智慧牙一次过把它拔完 我曾经问过 我忘了那时候跟我说 那是什么 不太建议这样的做法 只是我其实本身我也觉得很恐怖 不因为你全身麻醉 拔四颗智慧牙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 其实是 其实是 看那个人 需要 需不需要 先 第一他是phobia 通常要做这个的 全身麻醉 来拔智齿的人呢 是phobia phobia phobia就是他很害怕 他不想清醒的时候 被你轰呛轰呛 这样子 拔牙的感觉 他不想知道 你在我口里干过什么东西 所以他要睡着 他要睡觉 而且如果是一下子拔四颗的话呢 全身麻醉当然是最好 因为你一醒来 我甚至是智齿不见了 最好 可是 如果是 不需要的话呢 不用的话呢 其实是 不用去到整身麻醉 你可以只是这样子 因为 有一些 有技术的医生 可以在很快的时间 在你 还没有回过神来 已经把你的智齿拔出来了 那个很难吧 智慧牙常常都是 长在最里面 然后又 长得不好啊 我都认识好多 都是可以很快 把智慧牙弄好的 嗯 就是好的医生 都跟好的医生聚集在一起 没有 没有 因为我们share our knowledge 就是说我们会分享 因为我们会分享 这个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做会更加容易啊 所以我就想 哦是吗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 一起学习 你知道有 Doctor Lau 是在我看 现在当然放进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 Facebook看到一些 什么鲜肉牙医啊 大家就会转贴了 大家去看 对对对对 有好联储 你看 Doctor很喜欢看帅哥 可是Doctor 还有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除了它长得很漂亮 还有很有气质之外 谢谢 总到每一年呢 都会拨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到其他的国家 比如辽国啊柬埔寨啊 在树下呢 就从早开始帮小朋友捡插牙齿 到晚上 每一天 啊 Sunrise to sunset 太阳上山 太阳下山 晚上不能哦 晚上看不到 晚上看不见 因为没有电灯 对对对 因为我们是 我有一个团体 NGO啦 是微笑行动 已经是从2009年尾到现在 已经是我们第15个行动了 所以一年是大概两次到三次 我们去柬埔寨 去辽国 还有去我们这边的原住民 一些村落 做疫诊 疫诊里面的治疗是包括 拔牙 补牙 洗牙 所以还有最主要的 是教他们 预防 就是缩牙 正确的缩牙的方法 还有派给他们一些牙膏和牙缩 所以到此为止 一年我们大概会看 一年比一年多吧 就是目前为止呢 去年 今年吗 去年啊 去年我大概见了 大概4千个小孩 在两个礼拜里面看了4千个小孩 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 下次带你去吧 老实说我 没有什么才艺 没有什么才能 可以像Doctor这样子 没有啊 你去教刷牙 教刷牙 到底我自己都还没有刷得好 没有咧 我们一定会 呃 什么 先train我 对对对对 你知道原来我 我见了Doctor之后 我才发现我过去的三十几年 刷牙都是错的 哦 不止你一个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呢Doctor说你刷牙 尤其是门牙的时候 你是要45度角刷 对45度打痕 然后我们都习惯这样子 就90度的这样子刷啊 对是这样 然后 当然见了Doctor之后 我就明白 其实是 一直以来 我们的教育 那个牙齿的 教育的方法都错了 包括很多牙医 他们自己刷牙的方法 也是错的 所以 还是要一直改变 我们需要进步 所以慢慢的传播 告诉每一个人 提升 upgrade马来西亚人的 保护牙齿的那个想法 45度角刷牙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如果当你用软的牙刷 软毛牙刷 45度角 你除了刷牙齿之外 你可以按摩牙龈 所以我们的牙龈 牙龈 牙龈 这是牙齿 牙龈下面其实有 两个mm 其实是好像 锈纸这样子可以塞进去的 所以那个地方呢 其实叫Saucus 那个地方呢 它 很容易长 牙齿 Block 我们叫Block 它牙 那个地方呢 在那个牙Block 在很没有硬之前呢 如果你按摩缩掉的话呢 它就很坚 它就马上就不见了 所以你的永远都是这么干净 好像你抽屉下面很干净这样 可是如果你只是刷牙齿 你这边没有刷到的话呢 以后它这边就 牙 Block 就会变牙齿 牙齿呢它就硬了 可是下面还有细菌 牙齿的后面 就是下面 就是两个mm过后那边还有细菌 它就开始轻视你的牙龈和牙骨 所以你牙齿的骨头慢慢变少 慢慢变少之后牙齿就松 牙周病就来了 你一定要清洗牙床 牙床很重要 其实牙齿呢 如果起不干净 只是变有 好像brow color 还是staining 好像有一点黑黑 最多不是一点点小洞 可是牙龈呢它会流血 就是如果你有牙 Flock黏在那个牙龈的底下呢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感觉到 就有细菌在那边 然后身体就会有signal 有细菌在我的牙龈那边 请你赶快派身体的抵抗力来 赶走那个细菌 其实赶走细菌的方法就是刷牙而已 可是因为你没有把问题 你没有把那个胺脏刷掉吧 所以它的细菌就永远在那边一直长 所以我的头脑就说 那边还是很多细菌啊 快点送血过来 血就一直输送过来牙龈的地方 所以牙龈就肿 所以当牙龈一肿起来的时候 它就好像我们的balloon 还是pipe这样 它膨胀 膨胀起来之后呢 那个表面就变薄 balloon的表面变薄 是血管的表面变薄咯 所以它就很容易 burst 不是burst 就很容易血流出来啊 那血流出来的时候 你一说 流血了 我刷伤了我的牙龈 我不敢刷 其实是因为那边有细菌 血液来对抗细菌 然后呢 那边血液太多 因为细菌很多 所以血越松越多 所以它就膨胀 膨胀之后呢 你一动到它就流血 所以你就 惨咯 所以其实刷牙流血 某程度上来说 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其实不正常 是因为肮脏 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看到肮脏 你不敢去刷呢 就会有很多问题 接下来连续的发生 可是如果你看到血呢 你刷的呢 哎呦很怕 你去看牙医 医生跟你解释啊 像我这样子刷 那你就帮你洗干净 那个牙齿 然后就恢复正常 嗯 那 呃 有没有觉得 马来西亚一般对 一般朋友对牙齿的 错误的认知是什么 其实真的是都不用看牙医 哦他们啊 有几个 很严重的对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严重 其实他们哦 我认为第一就是嗯 牙齿会越洗越薄 哦就是如果去洗牙的话 啊我的牙齿给 洗了会薄去的 不要去洗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说 他以为是洗脸啊 哈哈哈 抹杀越多脸皮会薄啊 不是其实牙齿是会薄 只是不是因为牙齿洗 不是洗牙洗薄的 很多人呢他们 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 滑了这样久 大概二十年三十年 没有洗过牙 所以他的牙齿 牙齿已经 堆积在一层在牙齿表面 我不懂你有没有见过啊 嗯 那他那层表面你被我牙一洗掉之后呢 你就觉得很空虚的感觉 你就觉得它薄薄的 哦 所以你就说洗了牙齿会变薄 那多久要洗一次牙 半年 半年吧 嗯 可是如果你通常是半年 可是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呢 嗯 一年也是可以啦 因为现在时间大家时间都很忙 然后有一些时候洗牙也是蛮贵的 所以呢 半年最好是来 可是不然的话呢 至少一年 至少一年 至少半年 至少一年 至少一年 一定要洗一次 我上一次就两年了 被病毒的骂 知道就好 还有就是 那些人会以为 老了就会没有牙齿 嗯哼 很多人会以为 嗯 不要紧了 我原来就带了 就没有牙了啦 就带假牙了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你和我 到了八十岁 都还是有full arch 就是全部牙齿都会有 谢谢你啊 因为我很照顾 谢谢 要不是遇到你 我都不会那么照顾 是的 因为 以前的人很潇洒 他们一碰就拔牙 嗯 通了 梦卓回了我们楼 不管我怎样说 他们都会说 拔掉啦拔掉 我要做假牙 因为我老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 嗯 其实是真的 不 牙齿可以用到老的 只要你 好好照顾的好 在问题很小的时候呢 赶快解决掉它 就没事情 还有第三个就是 那个小孩子的牙 鹿牙 对鹿牙 我们马来西亚很多人的牙齿 很多小孩 他们的 因为喜欢吃糖果 嗯 包括我女儿有些时候也是会 是甜的 甜食 其实不是只有糖果 嗯 然后小小 五岁六岁左右 它的牙齿就坏了 那你女儿也会啊 我女儿没有啦 当然 吓死我 那些父母呢 他们就看到牙齿柱牙呢 他们就想 哎呀不要补啦 牙齿会换掉的吗 有大人牙吗 你跟它拔掉吧 我就说不行 因为呢牙齿 每一只牙齿都有它的功效的 嗯 所以他们乳牙呢 有坏呢 小少坏就跟它补起来 如果真的不能补的话呢 你要做跳牙根啊 可能然后可以做一个 Temporary accounting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留住它 在口腔里面 这是对我们的脸部 骨骼发展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 你看我的脸有一点歪 就是因为我从小就 牙齿烂到弯 然后被拔掉 所以马来西亚的父母 不是全部啦 有一部分呢 还是认为乳牙是需要拔 有坏就需要拔掉 不要浪费钱去补 其实不是的 你留住它呢 因为每一只牙齿呢 它的功效就是 让我们的系统知道 你在这边是 你以后你的门牙的位置 要长多阔 因为楼骨牙在这里 所以你的下面的四只门牙 是需要这么大位置 让你的横牙来生 所以你的大牙呢 乳牙的大 就是乳牙的后齿 也是很重要 有些父母说要把它掉 其实不是的 因为它要留住位置 让我们的大的大牙 长出来 所以每一只牙齿都有它的功效 所以当你不见一只 它的位置 会被其他的牙齿取代 当取代的时候呢 你的骨头就以为 原来你是不需要它的 所以我的骨头不用伸这样 所以你的脸 就可能你拔一边 不拔一边 所以你的这边的脸 就比较 骨头比较阔一点 这边骨头就比较短一点 所以你牙齿长出来 到你18岁的时候 可能你的牙齿那时就乱 乱 可是 还是很多人怕牙医 不敢去绑牙 不敢去见牙医 那时它就在成长的过程中呢 它的骨头伸歪 嗯 牙齿乱 骨头伸歪 应该咬歪 乱了是咬歪 咬合不正 咬歪了 然后就一直伸 一直伸 然后脸都歪 眼睛又一高一低 看我就知道了 我就是这样 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小问题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来教育父母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 其实找你上来最大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你的一些专业知识 让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病要看医生 这个大家都会 但是呢 有牙齿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愿意看牙医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才会特别接在美容会当中 就请你上来 嗯 那我那天看到一个报导啊 就是说牙齿已经可以有再生的技术了 是不是 是啊 我们不可以小看这个可能性了 因为有一种东西叫stem cell stem cell 是其实是最初的细胞 它可以变成任何东西 变成眼睛啊 头发啊 血啊 什么鬼都可以 所以也是可以变成牙齿 可是呢 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有研究 可是目前为止不广泛被做 因为 啊 因为可能是 植牙还便宜过 对啊 那张 植牙可能还比较便宜 因为那些手术过程 植牙也不便宜 可是它开始不变 而且它的技术都很好 所以比较 我们叫 Promising Prognosis 就是说它比较值得信赖啦 可以 可以讲我做了可以有90% 95%成功 那是好啊 可是如果你stem cell 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你要不要变门牙 你要把它变大牙 可是如果我要说我要变门牙 可是它变成大牙出来怎么办 嗯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因为牙齿有各种 有门齿 有拳齿 有大齿 大的牙 所以它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哦 就好像我要变蓝色眼球 还是变跑brow color眼球 这个也是需要它的coding 还需要一点时间 嗯 因为我那天是看报导 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 好像现在很多人研究啊 比如说 把耳朵放在哪里的身上 对啊 是可以的 然后 为什么一直没有听说过 牙齿能够再生 有 牙齿还有一些是 比如说 之前啊 之前有一些是 你把你拔掉的牙齿 收藏起来之后呢 你捣碎它 变成你的骨头 再放回骨头里 嗯 其实 其实那个也是有人弄过了 只是成功率 还是要看那个 成功率 就是它多少case被做过了 多少case成功 还没有被发布出来 所以 所以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需要 scientific proof 所以我们是 一定要等到 证实 安全 可靠 才可以做 不然给你们骂死了 不怕鬼人家输吗 那 我们刚刚 聊了那么多 就发现说 Doctor其实 很忙 工作很忙 然后 有一边吧 常常要有forum 然后又还要出国 就是疫症 怎么平衡你的家庭生活跟职业 跟事业 跟事业 家庭生活 没有啊 我工作是工作啊 玩的是玩的 所以你分得很开啊 分得很开啊 可是我印象 我记得有一次去诊所的时候 我发现 短短的一个小时 lunch time 你也会跟先生一起吃lunch 有些时候他会过来 只是 呃 我喜欢 我工作的时候 没有家庭的问题来烦我 嗯 家人不用来烦我 我工作的时候我就要专心 因为我的心只有 我的 工作啊 对 所以我不想我的孩子 我的丈夫来烦我 可是我一放工 after six 我就 没有了 不停 然后我就 全心全意 照顾我的家人 和 可能我去 和朋友出来 嗯 吃饭啊 那些 可是小朋友会那么听话吗 工作的时候不打扰妈妈 都很听话啊 因为我有很好的 啊 老公啊 我的丈夫 他们会帮我看啊 还有我的家公家婆 他们都会帮我看孩子 所以我没有后顾自由 幸好啦 我身边的人都很支持我 嗯 很好才 家公家婆会不会 proud of you 就是 我想应该会吧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 可是我很proud of them 因为他们很开通 啊 然后他们又很好 就想 我有一个 我在 好像我有多一个父母 人家 我自己本身有亲生父母 可是 我跟我老公结婚之后呢 我还有我自己 我多一个父母 除了原生家里之外 还有 我多一个父母 就是我每天放公回家 我 家公家婆会煮饭给我吃 帮我照顾孩子 啊 然后 比如说我早上睡醒了 他们会 啊 我孩子睡醒了 他们会帮我看看 叫他们去冲凉啊 帮他们准备东西去学校啊 全部他们都帮我弄 所以我只需要做到很累 放回家 啊我好饿啊 我家公就说 啊饭煮好了 快点吃饭吧 哈哈哈 然后 然后如果说 啊我今天我要和我老公去看戏 啊去听音乐会 那我就跟我 我们就跟我交公交婆说 商量一下 啊我们 啊可能要出去外面一下 你可以帮我看孩子吗 啊可以啊 就是这样 他们就会帮我 那你出去的时候 如果你的同学 还是朋友跟你说 他有婆媳问题 就会说 我没有 我很好 嗯 其实都都 都没问题 所以我说我很好才 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是因为 我有这样子的家庭 我自己的本身的家庭也很好 我的 啊 我老公那边也是很好 夫家那边也很好 对对对对 那你 那么多年上下来 其实有 算是很顺利吧 你的人生到现在 嗯 算是吧 其实我相信 我相信我很顺利啦 其实我认为 全部东西都是看你的心态吧 嗯 可能有一些东西 人家认为 很党雷不得啊 嗯 可是呢我并不认为啊 你看你怎样去看待 就是觉得你吃亏的地方 对对对 可是你看你怎样去看待 那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把一个问题 看成不是问题的话 你就觉得 哇我很幸运 我很正能量的 看得出来 我是正能量的人来的 对 所以我会把问题 我会把问题 当医生问题的时候 我会把问题拆开 拆开了之后 我讲能够解决吗 如果能解决 就去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 就不要想 你跟我们第一集的嘉宾 你看完之后 有没有很欣赏她 有 我觉得哇我真的是跟她相逢很满的感觉 哈哈哈 因为她也是她的名言就是 问题就是拿来解决的 如果没办法解决 就不要问不要提 那就可以了 不要想 今天谢谢你 上到节目 我的目的达成 也希望呢 这一集呢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看见 然后呢给大家都知道说 看牙医其实并不可怕 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去找牙医 对 然后 即使没有问题 大概半年或一年检查一次 就像你检查身体一样 对对 也应该去看一下 对对对 好谢谢你Doctor 我们现在真的可以正式吃了 因为刚才讲太多了 对对对 拜拜 好拜拜 今天要真的很谢谢DoctorLok来到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她的专业知识 我相信你在看完这一集之后呢 应该很想要去找个牙医 好好的检查一下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就是这个节目成功了一半 谢谢你 谢谢你明远会